185 《文匯報》明年將推實習品牌 2015年7月22日中國專題A20 鄧健波也承認 目前網站想提供的兼職崗位主要還是以貴服務為主 現在大學生兼職早已不貴賺錢,而是想學東西 所以我們的下一個目標,是提升兼職的專業技能 就像現在我們有一個全球最大育英和展會舉辦商的兼職 雖然身水比一般的兼職低百分之三十,但很受大學生歡迎 此外,鄧健波認為,在兼職與全職中,中國的實習市場一直被忽略 中國很多大學生都是大四下半學期才開始實習 實習兩三個月就入職,也沒法多做選擇 我們明年將推出實習品牌,請大學生在大三就開始實習 幾個月換一家公司,多實習幾個崗位 這樣對未來的工作方向能有一個更清晰的定位 對未來的工作方向能有一個更清晰的定位 對未來的工作方向能有一個更清晰的定位